馄饨连锁的贴花板,全国2500家门店年入15亿,这家老牌馄饨为何能坚挺24年? 吉祥馄饨对于上海的观众来说肯定不陌生,这家馄饨出创于1999年,20多年来一直是上海馄饨界的龙头。 难得的是,吉祥馄饨作为一个发展了20多年的老品牌,时至今日依然活力十足,正在向全国各地稳步发展。 那么吉祥馄饨是如何从一个小个体店成长为如今的馄饨龙头的呢? 本期商江锦郎就来带大家走进吉祥馄饨的品牌发迹时。 1999年,吉祥馄饨创始于上海人民路。 初创的吉祥馄饨和当时到处都是的早餐店没有任何区别,店面只有20多平,店里连员工带老板总共就三个人,乍一看平平无奇。 不过在吉祥馄饨开展后不久,人们就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小店居然每天都宾客迎门,到了饭点门口的队能排一条街,很快就成了整个人民路最卖所的小吃店。 吉祥馄饨能出道就收获巨大人气的原因其实很简单,量大实惠。 创立吉祥馄饨的老板是三名文化人,分别是退休的国企经理、大学老师和公务员。 他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认为,上海的小吃摊普遍用量抠搜,如果自己能牺牲一部分单品利润,来把馄饨弄大点,献弄多点,说不好就能取得奇效。 于是,性价比就成了初创的吉祥馄饨的杀手锏,他们家的馄饨要比同行卖的普遍大三分之一,若不仔细看,还以为是饺子。 消费者的眼睛是血亮的,很快量大实惠的吉祥馄饨就成了人民路的顶流,每天能卖一千碗馄饨。 三人就靠着这样图示无华的一招,让平平无奇的吉祥馄饨迅速出圈,赚到了第一桶金。 赚到钱以后,三名创始人一致认为吉祥馄饨不能只是一个小早餐店,现状吉祥馄饨打出了名气,资金也比较充裕,是时候搞连锁了。 2000年,吉祥馄饨开始在上海市内开支散业,算是初步建立起了品牌。 到了这一步,仅仅靠量大实惠是不足以让吉祥馄饨继续保持优势的。 那么,进入连锁模式后,吉祥馄饨又是如何改革发展的呢? 相比于顺利的初创,吉祥馄饨初步搞连锁的时候其实很坎坷,先是在连锁模式上三名创始人就吵过好几次。 起初吉祥馄饨选择了加盟制进行推广,但在新世纪初,中国的连锁模式相当简单粗暴,加盟商交了钱拿了配方以后,几乎就完全是自己折腾。 这造成了吉祥馄饨在连锁初期门店口碑包贬不一,最后甚至威胁到了整个品牌的声誉。 无奈之下,三人只能暂时叫停加盟制度,好好研究一下如何一边发展连锁,一边保证品质。 但是,想兼顾发展和品质的办法其实有现成的,无非就是坚持直营。 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创始人团队否决了,因为他们的未来规划是要让吉祥馄饨迈向全国,如果坚持直营的话,未来吉祥馄饨的管理成本和难度就会指数级上升。 因此,吉祥馄饨对粗放的加盟制度进行了改革,方式和如今的餐饮连锁已经很接近了,包括员工的统一培训,总部提供半成品等等。 这些举措在当时的中国餐饮业显得十分超前,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,吉祥馄饨是中国最早搞标准化加盟制度的本土品牌之一。 总之,靠着对加盟制度进行规范化,吉祥馄饨顺利保住了自己的口碑。 在2007年,吉祥馄饨决定加大向省外发展的力度,先后在浙江、江苏等临近省份扎根。 作为饮食习惯相近的地区,江浙的餐饮市场和上海的差别不大,因此吉祥馄饨的发展还算顺利。 但当吉祥馄饨向江西、湖北等更外围的省份发展时,就遭遇了口味不同带来的挑战。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,吉祥馄饨专门创立了产品研发中心。 根据吉祥馄饨的联合创始人张彪所说,当时的吉祥馄饨对菜品研发就讲究一个宽季研出,几乎每年都有几十种新的馄饨研发,但最后只会选择聊聊数种产品留在市场。 在如此高强度的产品研发之下,吉祥馄饨成了当时最花俏的馄饨。 海鲜鲍鱼、纯素、军沽、吉祥馄饨的馅料花样百出。 与此同时,吉祥馄饨也在馄饨之外新增了馅饼、茶点、甚至是烤肉等餐点。 靠着自身的多样性,吉祥馄饨逐渐征服了全国各地的时刻。 时间来到2013年后,吉祥馄饨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增长契机。 当时有不少吉祥馄饨的加盟商表示客流量太大,员工和厨师忙不过来。 彼时的吉祥馄饨坚持不用速冻产品,因此所有的馄饨都是现包现卖的。 这样虽然为吉祥馄饨赢得了良好的口碑,但也造成了员工成本的上升。 很多门店甚至需要聘请三位面顶师傅。 面对这个难题,吉祥馄饨的总部研究出了两个解决方案。 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搞一台自动包馄饨的机器。 公司在研发了几台样品之后,无奈地宣布取消这个计划。 因为机器虽然成功研发出来了,但体积太大了,一般的门店根本没地方放。 第二个办法就是退而求其次使用速冻产品。 眼下的吉祥馄饨似乎只剩下了速冻这一个办法,但创始人团队却从机器那里找到了灵感。 他们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总部厨房,利用机器大量生产半成品馄饨,再把这些半成品供应到各个门店。 起初不少高管和加盟商都没搞懂这个计划的意义何在? 他们认为这不就是使用速冻产品吗? 但创始人团队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策,那就是把这些半成品用真空包装,当日送到门店当日使用,保证每天的产品都是先品。 这个决策相当大胆,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无效支出。 但好在此前,吉祥馄饨的口碑一直不错,产品也在不断革新,在各地都有大量的稳定客源。 因此,吉祥馄饨大胆的先品改革得以成功,并且一直用到了今天。 在疫情期间,吉祥馄饨的应对之策也很有意思。 除了积极发展线上、外卖业务之外,吉祥馄饨对加盟商展现了难得的人意。 在加盟门店因疫情影响营收下滑的时候,吉祥馄饨决定可以转移一部分损失给总部, 尽可能让更多的加盟商挺过疫情。 此举让无数加盟商对品牌的忠诚度直线提升。 虽然短时间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, 但从长远来看,对吉祥馄饨的口碑和信誉都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。 今天,吉祥馄饨已经拥有了2500多家门店,年营收超过15亿元。 这在如今中国餐饮领域遍地开花的时代算不上多么突出, 但吉祥馄饨的文件是绝大多数品牌望尘莫及的。 相信在今后,这个发展了20多年的老牌馄饨, 也能不断适应环境,继续文件地发展下去。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